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月24号星期五 大家好 湖北日报的首席记者张欧亚今天发了一条微博 他说微博内容说武汉必须立即换帅了 必须有当年非典期间临危受命的首都的王副主席 这样雷厉风行的领导 当时王岐山临危受命 然后还是说实话 王岐山当时做的还是非常成功的 某种程度上说非典也成就了他 王岐山这个人 当然他争议很大 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 但是咱必须承认 他是一个个人能力非常强 胆子大 敢说敢干 这么一个人 工作能力非常强 这么一个人 当年在非典时期 他在北京主持工作 可以说为北京顺利度过非典 立下了也算是汗马功劳 的确确的 他说和很多人一样 我也曾认为临时换帅 换一个不熟悉的领导 不利于工作的展开 但据当前日益严重 并继续扩大的异常严峻的形势 当前的台上者不具这样的领导指挥力 为了武汉 希望立即换帅 然后他还爱他的武汉什么政府 武汉日报 反正爱他的一堆 就怕你们看不见 目前武汉是谁呢 是湖北武汉市委书记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指挥长 现在是马国强同志 说实话 我看了他这条微博之后 我也是非常的赞同 我也赞同 就是说目前来讲 情况已经非常的紧急了 马国强同志 我们对他也不是有什么个人意见 但是他的资历能力辈分 各方面来讲 现在不适于这份工作 如果 当然 就是说 我说 也不是说一定偏底是王岐山 或者就是说 一个像王岐山同志 这种类型的同志 也可以就雷厉风行的 敢想敢干的 对吧 但是说实话 其实就我来认为 我认为其实现在最好的话 就是让王岐山 直接出任的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指挥长 为什么这么说 那个东西一直在抖 因为他一直在抓你的 行 我知道 不好意思 我听到一直有声音 一直在抖 我知道 但是那个镜头在对焦 对 一直在对焦 好 就是说 我说现在来讲 其实王岐山目前是国家副主席 如果现在北京有这个魄力 直接空降王岐山来湖北 统筹这个疫情工作的话 我觉得对这个疫情工作是最有利的 因为他的辈分在这 对吧 下面的地方上的没有人敢不听 王岐山说了 下面马上就得PDRPDR赶快去做 整个的工作就会顺利的开展起来 而武汉市市委书记他资历辈分都小 有的时候他说话不好使 很多的时候要去求爷爷告奶奶 王岐山王岐山就是奶奶 你知道吗 王岐山来了 就是你奶奶来了 知道吧 地方官员看见王岐山就跟孙子看着奶奶 差不多 对吧 就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还要跟 因为你现在在封城 有时候部队可能也会有一些关系 那么你看上一次的开展会的时候 部队的上将 见到王岐山都敬礼 对吧 也就是在部队里边 大家对王岐山也都是 是不是都看见奶奶了 对吧 奶奶来了 就这种感觉的 所以王岐山来了之后 跟中部战区的部队 可以直接去沟通 去协调 都没有问题 以他的资历威望来讲 他空降了下来之后 那就行了 大家就都 整个事情就都捋顺了 往哪边下达命令 一个人说了算 对吧 而且王岐山这个人 个人能力真的是非常强 他03年的时候 又处理过非典的事情 非常的有经验 所以当然就是说 如果就是说觉得王岐山 现在就是说比较敏感 派王岐山下来可能有问题 因为我们看得出来 第一个任期就是习王体制 习近平王岐山 第二任期 其实习近平有意的让王岐山保持低调 现在可以说我也稍微说习流体制 是习近平刘鹤 在这种时候 如果让王岐山出山 党内党外其实是有一些压力 但是就是说临危寿命 现在目前就这么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这么一个阶段 如果北京就是说习近平能够有魄力的话 我对习近平真的是高看一眼 王岐山现在下来是最好 但是如果实在不行 我题目也说了 就是说哪怕你派一个像王岐山这种类型的这么一个人 是吧 我不知道北京现在还有谁 说不好 一时还真想能够提款王岐山 王岐山也是一个非常的特色的 一个特型化的人物 你知道吧 你想顶替他还真不容易 就跟电影演员一样 有一些电影演员 就是说他在他类型里边 他太有特色了 一般人替换不了 像葛优姜文这种都是 你要找典型型的人 你想找一个人来替换他 就跟周英驰的电影一样 周英驰电影就周英驰演好 别人演的效果都跟他有差距 你知道吗 演不出他喜剧效果来 所以我看就是说 在这里呼吁北京能不能就是说 看到我们的这些呼唤 我觉得其实就是派王岐山是最好 然后我要跟你说 现在就是说更加厉害了 为什么这么说 我给你看看 我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报道的时候 我还说现在是封了7个 对吧 我们现在得到的最新消息 就目前得到最新消息 武汉周边已经现在封了13个城市 这张是地图 是湖北的地图 然后画红的现在都是被封了 一共13个 我就不一一念了 我一会我把这张图片搁在我的推特上 然后你们感兴趣的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就是目前武汉已经封了的 封了13个城市了 所以你就知道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了 我们也明白张欧亚的跟我不一样 我在纽约 我他小朋友说什么 能累听听不累听 我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张欧亚不一样 张欧亚现在他就在湖北 他在前线 他发了这条微博的话 他要承受的这种压力是巨大的 他的心理压力 然后方面的压力是巨大的 我们觉得 但是为什么张欧亚现在 他明明知道发出来之后 这条西级可能造成非常不好的 恶劣的影响在日后 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出来呢 我们其实还是对张欧亚同志有所了解 他这么多年来 在记者工作上是一个精业业的人 然后实事求是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现在能喊出这句话来 就说明他在湖北 他在第一线 他是真正在第一线 湖北第一线的 记者他了解湖北的情况 他了解武汉的情况 他能够就是说迫于如此大的压力 不顾个人安危 喊出这个话来 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前线吃不住了 后面需要换帅 打仗也是 你知道吧 你前面 你不让林彪上 你让高刚上 高刚就适合在后面 搞后勤 搞后勤 牛逼 打仗 就得让林彪上 你懂吗 当年和平时期 你让马国强治理 我觉得可能治理的不错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不能让高刚回来 林彪上去 没有办法 换人如换刀 我相信如果像王岐山现在能够过去的话 就是说不光是不给他设武汉 就整个疫情防控指挥部 全部的疫情都要国家管 以湖北为中心周边的 所有的 因为他又是国家副主席 作为一个国家副主席 直接压下去 地方全都服 没有人不服 以王岐山的威望 刚刚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这对全国 不光是对湖北 对武汉 对全国开展防疫工作 都有利 全国其实现在都有 我们现在据我们所知 已经有好几个城市了 对吧 都发生了疑似病例 也有确诊的 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对吧 大半个中国都在危机之中 那么我们在此赞同 并且呼吁习近平同志 把王副主席派下来 有没有这个魄力 当然我也知道 这种时候把王岐山派来之后 如果王岐山做的特别漂亮的话 在这种事上真的是功高涉主 有不少职工邪涉主之位 对于习近平来讲的压力也比较大 就王岐山如果干的太漂亮的话 其实反过来对习近平压力很大 但是习近平你有没有自信 我就能压得住 对不对 当年老毛就是 当年老毛那种自信 对不对 刘少奇你玩 我让你玩 我给你个国家主席让你玩 但是只要你不服 我动个小指头 对不对 你搞掉 就是老毛当年就那么牛 对不对 习近平你要真实就是说 习近平一直以来 我觉得习近平就是以毛泽东 作为自己的这种楷模对吧 自己的目标 要学太祖 是吧 那么你如果真的想能够以王 以毛泽东作为你的目标的话 对吧 你毛泽西的好学 毛泽西的好战士 对不对 那么你就要毛泽西的魄力 就是说我就敢 我敢王岐山放出来 放出来之后不服 我动个小指头 就能干掉他 对不对 有没有魄力习近平 有 把王岐山派出来 让我们看看 对不对 迅速解决问题 半个国家都在危难当中 现在就看北京上面的魄力了 好吧 去年贸易战的时候 王岐山他不是说自己有病了 然后就退了 他那个病是称病假借的 还是他真的身体不太好 那个时候 我分析 我觉得我说了我的看点 我的看法 贸易战的时期是这样 当时贸易战的时期 也有人说 说让王岐山出来 说王岐山一出来 那就解决了 当时我就说了 一句话 我说别放屁 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 你还记得吧 那个时候我就说 那个时候我发了视频 我劝王岐山不要出来 你还记得不记得 当时我说了我的一个论点 我就说 谁也别吹牛逼 谁也别他妈出来说 我就能把川普搞定 我说这个世界上 尤其有一个人敢说 我出来能把川普搞定 那是谁 就他们以万卡 以万卡川普 对吧 就川普他闺女 也就川普他闺女 出来了 可能仨个娇 能把川普搞定 剩下谁也没气 川普那人恒急了 也是个 就是土匪流氓地痞 你知道吗 也是个活土匪 你知道吗 谁也没搞定他 所以当时 王岐山如果跟中美谈判的话 王岐山出来 也是找难堪 找神来了 他搞不定川普 咱们猫着良心说 我刚刚把王岐山夸了一顿 但是王岐山就是说 他来防疫可以 王岐山来了 就是说地方上 湖北地方 一方中战区上 这帮人看了王岐山 都跟看见奶奶似的 王岐山看见川普 那就跟看见奶奶似的 那没办法 那整个倒过来了 你知道吗 王岐山到了湖北 地方官看见王岐山 跟孙子看见奶的一样 王岐山见了川普 就跟孙子看见奶的一样 你知道吧 没办法 所以那个时候 王岐山就应该告病不出 因为出来之后 也是找神 不好看 也搞不定 还不让刘鹤来 如果王岐山当时出山了 现在就跟刘鹤一样 也是签了一个新的马关条约 大家就不说刘鸿章了 就跟他说王鸿章了 你知道吗 所以王岐山我有病 我妈不去 我躲了 你懂吗 时间点不一样 事也不一样 所以现在你觉得 他在脑力上体力上 他都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我觉得他没有问题 而且王岐山 其实王岐山是属于那种工作型的 没有工作 但是闲呆着 他难受 他浑身 他生病 他身体不好 他不舒服 你知道吗 你给他个活干 他人来风 他兴起来了 你知道吗 他耍不开了 他高兴 你知道吗 完全不一样 王岐山处理这种国内的党内的事物 60级了 60级了 狂风扫落叶一样 看着川普 看着川普 那不行 川普不是 床一山不行 这不能干 床一山 谁也不行 也就只有一万卡能搞定 你知道吗 剩下哪个都别 在窗里面前吹牛逼 你知道吗 那没办法 情况不一样 好吧 这期间到这里吧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